大哥待我們就暫時會忽略他們 假設我們今天就是一個姐妹的聚會 然後攝影大哥在偷聽這樣 他們大家都會很想知道 我很想瞭解這個 我自己沒有生過小孩 我想知道生產前是真的會很焦慮 然後你都怎麼解決 其實我覺得生孩子這件事情 我一開始的確想得比較多一點 在家中是我身邊蠻多的朋友 都比我早生孩子 他們會一直警告你這樣 他們就會說 我剛剛有生完就不一樣了 回不去了 怎麼樣整組壞光光 什麼的 然後我想說有必要這樣嗎 沒有小孩出來 然後就完全不一樣了這樣 可是我一直跟我自己講說 女生其實可以把自己照顧好 不造成別人的負擔 其實也是我們的一種本事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 有沒有可能 我們在成為一個媽媽的身分的同時 我們還是可以有一些少女的狀態 就說至少我不要變得那麼樣的多 因為很多人就是因為沒有好好照顧自己 會把這些負面的情緒 可能會投射到另外一半 或者是覺得說這是孩子造成的 那我不想要成為這樣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責任要在我自己身上 可是剛剛斯嘉講到很多就是女生如何照顧自己 可是這個保養參與的過程 要怎麼跟老公溝通 他可以一起參與嗎 他會不會就是 那男生會覺得不想先說 其實我覺得我很幸運的是 我在生孩子之前就遇到了帶後 他等於是幫我打好一個很好的基礎 因為其實我覺得跟品牌的遇見有的時候也是一種緣分 如果說我再早幾年有這麼要厲害的成年 如果我們20歲就有帶後 現在真的不得了 不只加一次我跟你們兩個 可以加幾次 我意思就是說其實現在人真的很幸福 你看像我們媽媽的那個時候 什麼東西都沒有 我們現在什麼都有 只怕你不知道怎麼用 只怕你懶得用而已 所以當我開始用帶後 包括我整個樣的運氣 我都有好好的用一些符文油 然後來幫助我自己 讓我自己的狀態變好 當你自己的狀態變好的時候 你就不用這麼擔心自己的時候 你有更多的心力可以去把其他的事情給做好 然後再加上就是帶後的這個私密處的凝膠 甚至是他的眉膜面膜 都讓我覺得非常的好用的原因 就是因為當你開始做私密處的清潔 加上保養之後 你就會發現原來我忽略了這麼多年 因為很多的東西就是 當你使用過一個好的產品 很多每個一定會有一個清單 你的保養清單 就是你用了回不去 跟你再怎麼樣換其他的產品 這一項永遠不會被換掉 那麼帶後就屬於上這樣子的產品 非常的厲害 你用完之後你就發現說 如果可以早點認識 但現在也不遲 所以我覺得一般人有遇到的困擾 我基本上都沒有 天啊 那這真的非常重要耶 五星好評 五星好評 用過的都說讚 都覺得非常棒 這真的很重要 而且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怎麼樣跟老公溝通啊 其實好像只是女生自己的事情 老公那就會幹什麼事情 那使用者要負責啊 沒有應該是講說 就是身體擺不像一台機器一樣 你本來就是要好好的去維護它 就我想醫生應該也有這樣的想法 不管你要用醫美的方式侵入性 但其實日常的保養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就會說 沒關係我等到很糟的時候 我再去找醫生 醫生都會幫你收爛攤子的人 但是 醫生說喔又來了 又是一個平常不注意的人 對 但問題是醫生幫你做好之後 你要怎麼樣再維護它 車子要保養啊對不對 你不能說喔 我一路開到兩萬公里 再把它牽回去 一樣的意思 我們現在也不能去找媽媽原廠保養 所以我們要自己想辦法 然後把每一個部分都要做好 所以我覺得生完孩子之後的大保養 就是因為你一定要每一天都使用凝膠 時間到了我就會敷面我 都是在洗澡的時候一起完成 所以其實我覺得洗澡就是一個女生的 就是自己的私密的時間 我把我的臉顧好 把我的身體洗乾淨 把我的私密處都臀部保養好 我一拉開那個浴室的簾子 我就是一個全新的自己 有那種升級的感覺 而且心情會很好對不對 當然啊 對 老公睡著要再把它咬起來 欸欸我準備好了 到睡著 那我另外一個問題喔 就是要怎麼知道自己私密處有什麼問題啊 你是要經常照鏡子嗎 還是因為我有沒有辦法傳給我朋友說 欸你看一下這個有什麼問題 該怎麼辦 其實當你開始做除毛的動作的時候 你就會很清楚看見它的樣貌 對 因為很多人其實是因為毛髮的關係覆蓋住 可能會有一些些痘痘或什麼樣的問題 當你開始用這個花圓除草霜之後 它其實非常的方便的原因就是因為 每個人的生長中其實是不一樣 你可以依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一個微調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很簡單又上手 可以幫助你就是在日常的清潔跟保養 當你幫你把除毛除乾淨完了之後 你看得清楚了 你自然可以看到問題在哪裡 那凝膠跟眉膜的使用只會讓你的這個潤澤度跟顏色 可以再做到更多的美化 那女生就會這樣嘛 我們有自信的覺得知道自己真的漂亮 知道自己都有在保養 你就會有一種底氣 你就會覺得欸我是真的漂亮 而且那個底氣是會散發出來 從內到外散吧 對就是因為其實你照顧自己這件事情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反正我單身嘛 沒有人知道我上面怎麼樣都無所謂 總是要開張吧 就是永遠不知道 對啊 萬一今天零食要用怎麼辦 而且再加上 因為台灣的氣候真的很特別的原因 就是因為非常潮濕 所以很多女生真的會因為反覆發炎的關係 讓自己的心情會不太好 因為我有一陣子也會有這個問題 當然這跟你的壓力 生活的模式都有關係 可是當你這個問題發生的時候 我們除了看醫生 醫生都會告訴你說 你回到家要做很多清潔跟保養的動作 所以這些東西都還是要回到自己 因為你不可能每天去找醫生 真是感覺思佳為了自己的美麗 為了自己開心跟另一半的幸福 花了很多的心思 其實非常的專業 剛剛醫師在前面點頭想 嗯 完全沒有講錯 很專業 如果每一位來診間的病患都這麼專業 我們會有多輕鬆 基本護理還是要自己做好 那想問一下 這麼多的產品 老公有沒有說過他最喜歡哪一罐 會不會一起參與保養 其實我老公蠻喜歡那個精油的 精油 對 私密精油 因為其實大家聽到私密精油 可能就會下意識的 好像覺得比較歸防情緒一點 但其實這瓶私密精油 它是幫助我們在睡前的放鬆 所以其實像有的時候我工作一整天 我真的會覺得壓力很大 我又不抽菸不喝酒 我總是要有些放鬆的方式 對 那精油本來就是很多人會使用來 讓自己身心裡比較舒緩 可能你泡個澡完了之後 我們點一點精油 你在按摩的同時香味散發出來 你的另外一半一定聞得到 所以我老公第一次就說這什麼味道 然後我就說等一下你覺得被我離婚 你喜歡的味道 對 對 對 可是因為精油本來就是 像我老公看我自己在按的時候 他也會想要參與 他就說那你幫我按按看 對 那我就幫他按 也可以用在男生身上 也可以 男女生都可以使用 而且他其實他的好處就是 你在按的時候你真的 他依然依然本來就是會讓大家比較放鬆 那有人會說好像有種催情的作用 是因為當你整個人放鬆 戒心放下來了之後 你會覺得這個世界真的很美好 另外一半長得也真不錯 你真的就會覺得 欸 好像變得好像聊天 因為有時候你會有情緒嘛 你可能忙碌的一整天 你情緒是很緊繃的 對方做錯一點什麼事情 你就會想要發脾氣 但精油下去的時候 你就想說欸 整個人就放鬆了 對 一放鬆另外一半看起來就順眼了 對 老公有求生欲強點 他說欸 老婆幫你按一下 你就會覺得他很會做人 你就會覺得他人真的很好 但是不是相對其提升你的生活品質量 跟要先不吵架 才有辦法有後續的情況發生嘛 你不能說前面就已經有情緒 另外一個人碰你一下 你就說欸 今天晚上想幹嘛 就不能 就後面就沒有故事了 所以就是床頭朝床尾盒 可是加個精油就更容易更順利 而且就是它會先讓我們女生自己 能夠有一個很放鬆的心情 另外一半也會因為我們的情緒 沒有那麼樣的起伏 家庭就會很和樂 所以我都跟我老公說 只要這一瓶快沒有了 記得一定要幫我補上 因為他就是 happy wife happy family 一看老婆一定要開心 對 那想要問一下 剛剛感覺思佳其實在溝通上 都很大膽很直接講 那你可不可以教一下 我們的這個姐妹們 要如何表達女生需求 有時候會不好意思講欸 他傷到男生自尊心 你說你想邀請她 之類的 各種需求你要怎麼樣 勇敢的表達出來 其實我必須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很多女生會覺得受傷 是因為你覺得你做了萬全的準備 但對方卻沒有看到 對 沒反應 對 就譬如說你在裡面這樣 弄這樣整組的 然後一出來她已經打呼 你就會覺得很受傷 或是你是要碰到她一下 然後她就說幹嘛 今天很累 你就會覺得好像有點被拒絕對不對 告訴你們 經由讓她沒有辦法對你say no 因為她講不出話 好啊 這真的很重要 應該講說就是 因為我那時候就有跟徐總開玩笑 那我說徐總 你這經由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在鬧的欸 它真的是slogan來了 讓你開大絕不會被拒絕 它就是有這種本事 所以平常跟徐董私下line都在講這些 對 我都跟徐董說 徐董我的經由 然後就ok 然後上來這樣 然後送食飯來想說 我私家需求用得很大欸 對 但我覺得應該是 應該是講說 就是因為 滿多人會對於這一塊 其實會覺得很不好意思 那我相信 不管你是正常的情侶關係 或是夫妻的關係 其實生活上面的協調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一定會遇到很多 讓自己不開心的事情 那我覺得一個好的產品 它就是要在生活當中的全方位 可以幫你解決問題 所以才會讓你花錢想要去買這個產品 好啊 今天非常感謝私家 無私的分享 真的什麼都願意跟我們分享 謝謝私家 可能要往右邊一點 可能要側身 我們雙邊可以稍微側身一點點這樣 好啊 大家靠緊一點 我們裹照拿下來不用問題喔 好 每一樣喔 我們先看中間 中間的攝影師 好 保持微笑喔 我們確保每位攝影師都有看到畫面 非常感謝 謝謝 OK 沒問題喔 來 我們確保下來 我們最會右邊的大哥喔 來 我們來中間小心走喔 好 我們再看一下中間 好 我們再看一下中間